那我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现在先在上面 往下追踪用5好了 大概半径为5左右 Enter 先追踪5 然后再画一个5的半径 他一定会切上面的这个边 对不对 然后再利用复制的方法 把它怎么样 复制一下 从上面到下面复制 OK 那复制完之后 实际上我希望他长大之后 可以怎么样 切到这两个边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 这两个放大之后 你会这个其实 也就是说将来 从这一条线 我延伸出来 切到这个边之后的 再切过来 其实如果说我今天 有一个圆的话 那个圆也是跟他一样的话 那一定也会跟他相切的 一定会跟他相切 所以呢 我就利用这两个圆 这两个圆 看这两个圆 我就先在这边画一条辅助线 从这边延伸过来 Ctrl加右键 这边有个焦点 切点 切点一下 一定会切这里 切这里 然后点一下切点 再出现延伸线 延伸过来之后 这边就一定是延伸线 一定延伸过来之后呢 会有一个什么 焦点 点一下 然后呢 就会多出 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边 那这个边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要的那一个 切切切的那个圆 我这边先 先不要把这个删掉 这两个我先把它用 红色的涂层 等一下各位看会比较清楚 那我就利用绘制里面的圆 切切切 切切切 切出来之后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就切出这个圆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把它什么 复制一下 把这个复制 从这边复制上去 空白键结束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居然刚刚好 就到顶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没有把原来 这两个圆删掉 主要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一条线延伸过来之后 它会切到这里之后 也会切到这里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切到这里之后 这个小的圆 它原来的比例 到这边的话呢 相切 它也会维持 所以我们 事先画出上面这两个 主要是要得到这一边 那就可以画出这个圆之后 另外一个也可以产生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像这一题 那个证照考试有考过 它不是只有两个 你们等一下如果画完两个之后 你可以画三个 我记得那个证照考试题目 是要画三个的样子 那如果你们也可以稍微变通一下 画三个看看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